舰载机一旦在大海上迷路,该如何自救呢?这一方法让你想不到。 众所周知战斗机在空军部队里面绝对是处于主力攻击武器的地位,战斗机的强大的战斗力以及飞快的速度这是其他种类的机型不能同时具备的。 但是,战斗机相比于轰炸机这一类的机型而言,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续航能力不是特别的好。 这一问题基本上是所有的战斗机的通病。 而我们都知道,航空母舰上面的舰载机也是战斗机,而它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面临的问题,要比在陆地上执行任务的战斗机更大。 对于舰载机来说,要是它在大海上出现了迷路的情况,同时战斗机的燃油有消耗殆尽的时候,它该如何自救呢? 其实理论上来说,要是遇到其他国家的航母并在别国的航母上迫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然而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国家在自己的航空母舰上配备的战斗机的型号都是不一样的,这就好像是完全量身定做的一样。 自己家的航母可以让固定型号的战斗机降落,要是换了一个型号战斗机存在的风险性还是比较大的。 要是没有遇到可以用于迫降的航母的话,飞行员只能弹着逃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